盘点那些短剧传的神言男主角 来看看谁是你心中的Top1 最后一位实至名归 第一位 深浩南 1996年10月29日出生于重庆市 毕业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曾一度被评为穿影最帅校草 短剧代表作《玫瑰冠冕》《游物》等 第二位 陆善东 1997年11月出生 祖籍甘肃天水 他的霸总就像是本色出演 短剧代表作《相爱穿梭百年》 爱你心动不值等 第三位 舒童 出生于1996年3月27日 安徽人 是一个技能流大背头 穿西装衍生型的总裁 又能穿校服演清纯的学生 他凭借《十股情深》 重申90有点甜 等21部土味小短剧 俘获了大批粉丝的芳心 第四位 张吉骏 2000年2月14日出生 既是演员 也是歌手 性格轻色 却不雀怒 大胆 却不张扬 勇敢而无味 代表短剧《白月光攻略手册》 脱江 燃东等 第五位 王毅然 1994年2月11日 出生于浙江温州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如果眼泪记得你 日落十分 爱上你等短剧 让大家记住了一个叫 王毅然的男演员 能在快节奏的短剧里 让观众感动得T泪横飞 那一定是有点演技在身上的 不愧是科班出身 第六位 何剑琪 有人说她是短剧界的严霸 这个真不夸张 她的个头 长相 气质 都是一流的 五官甚至可以用精致来形容 陆少的《隐婚最妻》 《我当替身月薪百万》等短剧 让长相帅气的她 迅速圈粉无数 你们最喜欢哪一位呢